身穿棒球外套的男子 站在半凳上 眼睛不斷往窗戶裡偷看 動也不動 看得好入神 原來是有人在洗澡 窗戶沒關緊 他竟然就拿了半凳附著 偷看屋主太太沐浴過程 站在上面去看 看我老婆在洗澡 看到就很噁啊 快吐了 怎麼可能會有這樣子 萬萬沒想到自家防火箱 會出現偷窺狼 但這竟然還沒完 另外他有在偷看我女兒的房間 在晃 然後也看對面看了二十分鐘 同樣的房屋 不同的窗 但又換了另一個人 大家似乎都是看準 這家人沒有防備心 位置是也好 二十四號凌晨 平頭男偷窺屋主女兒房間 長達三分鐘 幾天前另一名外套男 淹飾到防火箱的窗戶邊 拿了板凳 偷窺廁所近兩分鐘 兩次都多窺鄰居幫忙報警 才讓飯協嚇得落晃而逃 窺是沒有實設備的話 那是依這位置具違法的妨礙秘密 去處理 頭盔過程全被拍下 范賢卻不能被刑法裁罰 全是因為他們致用肉眼看 這所謂的利用工具是必須在立法理由上 是針對說必須要能夠強化視覺的功能 雖然板凳只是輔助工具 但這沒辦法對燕金造成直接幫助 才讓范賢能叫信逃過刑罰 不過這種行為已經讓被害人心中留下盡控的陰影 記者流水瑞環 新北區報導